观战一局巅峰七阶万分三十三星A11路头 看看顶级图黄的精彩操作 陆萌萌这是想抓魔术师 有三个魔术棒 想素描也是有难度的 这里用夹子封了个窗 魔术师直接转移板区 但魔术师也没有博弈的想法 而是直接拉伸距 陆萌萌放的几个夹子都废掉了 第一个魔术师棒反绕成功 再次拉开了身具 但陆萌萌有钩子 很快也拉近了身具 但此时魔术师道具CD好了 想拿刀也不容易 这里直接放第二个魔术棒进入了医院 看着情况不妙 直接换锥入练师 这确实比魔术师好抓多了 但是魔术师此时突然从天而降 吓得陆萌萌又再次换锥 魔术师交了第三个魔术棒 那么留给魔术师牵制的时间不多了 直接一个过板刀命中 此时闪现也早就好了 用过利用钩子拉近身具 随后一个闪现过窗 击倒魔术师挂上VIP 接着在各个路口放家子 此时玩具商突然出现 成功吸引到了陆萌萌的注意 守木人趁机溜了进去 无伤扯人 魔术师也躲掉了落地刀 甚至还捡到了玩具商的护腕 开始了二次牵制 但可惜 还是被钩子勾中 在拨命时间内被击到二次挂上 再次进入了VIP 随后守木人在卡尔明被发现 魔术师直接被卖飞天 守木人也被拿到了一刀 此时机子还剩下两台 因此想干扰修机 但奈何抓不到人 只能先把人逼走 然后回头抓守木人 但守木人还有铲子 无法第一时间击倒 但只能硬追了 这里还被盖了个头 但好在 最终通过十几次的拉钩 把躲在角落的守木人给勾了出来 击倒挂到VIP 随后机子压好 入练师来救人 有惊无险 扯下了守木人 结果守木人再次被击倒后 没带大心脏 直接给了陆萌萌机会 打了入练师气球刀 随后二挂守木人 但入练师没选择反生 那陆萌萌只能出去抓开门的玩具商 玩具商没打算第一时间走 而是用踏板飞了起来 最后直接被击倒 但没有选择挂玩具商 而是直接回去VIP挂入练师 此时入练师教自己 救下了守木人 直接击倒后挂飞 随后传送到大门 拦截到了入练师 击倒后反生 玩具商利用踏板成功逃离 最终以陆萌萌三杀一跑 结束比赛